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要画别的 才不要跟你画一样的呢 哈哈 又没关系 反正我们画出来的画面不会完全一样啊 我找到我要画的东西了 我要画树上的松鼠们 他们挤在一起的样子 好像一家人 我画的经历也是一样 他们各自代表生态系中的一个族群哦 咦 什么是族群啊 族群就是指生活在同一时期 同一气地的同种生物的集合 哦 原来如此 那同一气地的所有族群是不是也有一个代名词啊 当然有咯 这叫做群集 群集为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内所有生物的集合 以这棵树为例 树上的松鼠 鸟 虫子 青苔 甚至是这棵树本身都属于同一个群集 咦 那么池塘里的井里和树上的松鼠是不是属于不同的群集呢 其实它们属于同一个群集哦 因为它们都生活在公园里 另外 公园里的环境因子加上生物因子 也就是群集会共同构成生态系 那么所谓的环境因子是指什么啊 公园里的非生物的部分就是环境因子 像是空气 阳光 水 土壤 环境因子不同 会造就不同的生态系 适合居住的生物也会不同 所有构成生物栖地的生态系 也就组合成生物圈咯 原来生物圈是这么复杂的存在啊 那有什么事情会改变生物圈的生物组成呢 这题难搞了少数蛙 它们决定明天去学校问生物老师 下列有关生态系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族群里可以有不同种的生物 B 群集里只有同种的生物 C 生态系包含环境因子 D 生态系由生物圈组成 正确答案为C 老师 什么原因会改变生物圈的生物组成啊 你们想想 生物圈是如何组成的呢 要生态系组成的啊 然后生态系包含生物因子与环境因子 小树蛙答对咯 影响生物组成的因素除了生物因子本身 环境因子也有关系 那生物因子是如何影响生物组成的呢 我知道 像是老鹰抓小鸡就会让鸡的族群缩小 小树蛙说得没错哦 那你们想想 有什么事情会改变住在台北市的人数呢 出生跟死亡吧 出生会增加 死亡会减少 小树蛙答对咯 除了出生与死亡外 搬家也会影响哦 在生物学上 搬进台北市称为迁入 而搬出去则是迁出 所以对族群来说 出生与迁入会扩大族群 而死亡与迁出则会让族群缩小 你说得很清楚哦 如果出生与迁入的数量 持续多于死亡与迁出 族群是不是就会一直无限制地扩大 其实不会哦 因为生态系中的自然资源有限 假设一片草原只够养十只羊 不过有一天有另外十只羊也来到这里 请问这二十只羊最后会怎么样 应该会只剩下十只 因为草原只够养十只羊 所以它们应该会彼此竞争 最后只剩下能获得资源的十只羊留下来 小树蛙答对咯 草原只能够养十只羊 就是这个生态系的 复合量 换句话说 复合量是一个生态系 所能供养单一族群的最大数量 如果以刚刚小树蛙举的例子为例 假设没有老鹰这个天敌 小鸡的族群应该会扩大 可是食物并没有增加 没有食物吃的小鸡可能会饿死 所以小鸡的族群不会无限制地扩大 而是维持在生态系的复合量内 狐狸猫说的没错 不仅是天敌 环境中的自然资源也会影响到族群的大小 老师 除了食物以外 环境还会如何影响生物的组成呢 生物通常都需要水 可是在沙漠这类水资源缺乏的地区 生物种类跟数量也相对比较少 而能够在沙漠生存的生物 比其他地区的生物更耐看 像是骆驼仙人掌 我发现温度也会影响 在天气寒冷的地方 野生生物虽然没办法穿衣服保暖 不过它们大多具有较厚的脂肪层 或是毛发帮助预寒 像是在极区生活的北极熊与企鹅 小树蛙举的例子也不错哦 只有适应环境的生物才能够存活 而地球上有各式各样的环境 所以也孕育出许多不同的物种 可是我听说有的森林 在几百年前可能只是草原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 其实不全然是因为环境改变了 可能是因为那些森林发生了掩涕哦 这种植物群集 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 就称为掩涕 也称作肖掌 以森林大火为例 树木烧光后 土壤中可能仍有根 金或种子 附近地区的种子 也可能随风或动物传播至此地 于是草本植物先在此生长 接着万木及桥木相继出现 那森林大火后 经过肖掌 还能恢复成原来的样貌吗 其实不一定哦 有些可能就停在以草本植物为主的阶段 咦 老师 那如果是像绿岛跟蓝雨的火山岛 本来就没有植物生长在岛上 要怎么发展成现在绿意盎然的环境呢 狐狸猫问得很好哦 这些岛屿刚形成时 的确不适合植物生长 不过经过风吹日晒雨淋的风化与侵蚀 打造出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 再加上水 风或是动物将植物传播到岛上 慢慢发展出族群种类多稳定的群集 这也是肖长的一种哦 下列有关生物组成变化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出生与迁入可增加族群的个体数 B 肖长只会发生在新生的岛屿上 C 出生多余死亡一定能扩大族群 D 族群的大小与货荷量无关 正确答案为A 生态系的组成层次由小到大 依序为族群、群集、生态系与生物圈 生活在同一时期 同一期地的同种生物称为族群 生活在同一时期 同一期地中的所有生物族群称为群集 特定区域内的所有生物与所栖息的环境为生态系 地球上各式各样的生态系彼此连结 共同构成生物圈 影响族群大小的因素 有出生、死亡、迁入、迁出 生态系所能供养的单一族群的最大数量 就称为负荷量 群集或消长指的就是群集中的生物种类组成 可能因为时间或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改变 造成整个群集外貌上的变化 认识了生态系的组成层次后 大家觉得全世界的人口数是否已超出地球的负荷量 期待看到你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